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青 我是大培 最近呢其实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 那夏天我们平常用来解暑的东西呢 除了西瓜 冰镇可乐 冰棍 雪糕等等之类的 那最近这几年呢奶茶店呢也不卖奶茶了 开始卖果茶了 就是在这个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 来上一杯果茶喝起来真的超级的爽 哎小熟 你像我们平时剪视频的时候呢 也会点个外卖 然后就买几杯果茶在里面喝 那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来评测一下 现在目前市面上面所卖到的所有的果茶 看看其中一种果茶在所有品牌里面 它分别喝起来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那相当于这条视频呢 也是属于一期类似于评测的视频 这次喝的这个果茶的话呢 也不是别的 就是目前现在所有品牌都会在卖的一个 叫做羊枝甘露 你喝过没 嗯 此生喝过一次啊 然后呢 然后就没再喝过了 哪个品牌的 没啥变成 那没事 这次我总共买了是有七个品牌的羊枝甘露 你喝的那个可能稍微便宜一点 肯定便宜啊 你知道我为啥不喝其他的那个羊枝甘露吗 好的 那摆在桌上面呢 就是我今天买来的这七种不同品牌的羊枝甘露 第一款是Artask的羊枝甘露 卖19块钱一杯 第二款是茶百道的羊枝甘露 卖22块钱一杯 第三款是贡茶的羊枝甘露 卖10块8毛钱一杯 第四款是密雪槟城的羊枝甘露 卖9块钱一杯 第五款是义和堂的羊枝甘露 卖16块钱一杯 第六款是古名的羊枝甘露 卖19块钱一杯 第七款是Coco的羊枝甘露 卖20块钱一杯 统一我挑的口味呢 全部都是扫兵 然后七分糖 刚刚飞克呢其实也说了 他只喝过这个密雪槟城里面的 那相当于是你有这六款都没有喝过嘛 是吧 你觉得这款不好喝 还行 只不过是其他的都太贵 那没事 那等会你就再统一尝一下嘛 行啦 没有问题 当然这一堆呢 全部是通过外卖的方式点过来的 如果你去线下买的话呢 可能相对来说 这个价格呢 要稍微便宜 一块钱到两块钱左右 那因为这次统一评测的 全部都是羊枝甘露嘛 所以我们就采用那种 猛眼试喝的方式 可以吧 比较公平 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是盲喝嘛 然后等会你猜的时候呢 也可以稍微公平的去评判 对啊 round one 好来 你先漱个口 来 喝第一款啊 好喝吗 味道 嗯 里面跟有果冻一样 而且还带一点芒果味 ok ok 好喝啊 那漱口第二款 好第二款啊 来 第二款不行 这款不好喝 不好喝 它除了就是奶茶味 就是奶茶味 那行 那第三款 来 第三款啊 你俩狗的 你是不是 三款都是一样的 没有啊 这第三款和第二款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也都不好喝了 嗯 不是很好喝 没有第一款好喝嘛 没有第一款好喝 哇 好难喝这个 好苦啊 那我知道了 来 第五款 这款怎么样 一般 一般 不是说特别的好喝 好 那第六款啊 来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杯子一直都是我手里拿个杯子 怎么回事 咱们明明拆了那么多大小各异的杯子 为什么我一直都是这个杯子呢 怎么回事 而且这个管子一直都是扁的 喝了好几次这个管子了 怎么回事 这我感觉的到啊 我都憋不住了 都第六款了 怎么还是这个杯子呀 其实是这样 为什么单挑蜜血冰层给他喝呢 因为飞哥是河南人嘛 然后蜜血冰层也是河南的 然后他刚刚也说了 这个羊汁干露他就喝过一次 说味道不好喝 但是我们经过反复测试以来呢 他总共喝了五次蜜血冰层 四次都说不好喝 五次说不好喝 那第一次说的还行啊 有一款中途是这款 好歹换一个管 这管都是扁的 我尝了好几次了 哎 你好歹换一下 那我们正行一点 好吧 重新来 好吧 来首先第一个 不行 不喜欢那味道 他这个感觉就是像那个什么 米特汤 第二个 这里面加了芒果 哇这味道可以 可以啊 嗯 我怎么感觉这个和第二个差不多 跟这个差不多 好来 哇 这个好苦啊 这个不好 不好喝 不好喝 嗯 这个不好喝啊 嗯 第五个 不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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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茶的味道 跟你们有果冻一样 那再搅一搅再喝 我搅一搅啊 这味就可以了嘛 哎 这个好喝 好喝 最后一个了啊 不行 这不好喝 那搅拌搅拌 不行 还是不好喝 味道有点苦 你喝的应该 苦的应该是柚子吧 细柚嘛 那现在七款呢 飞哥已经全部喝完了啊 那飞哥你挑出你认为好喝的 就第二款 第二款和倒数的第二款 这两个是最好喝的啊 嗯 对 好 我来排个名啊 那大概的排名就是这样啊 来飞哥你看看 第一位 coco 第二位 茶百道 第三位 古名 第四位是 蜜蜜蜜蜜嘛 那相当于其实就是说 你喝出来的前三名都是比较贵的嘛 好 那轮到我了 我来评测一下 第一款 嗯 芒果味超级浓 芒果味 对 然后里面有珍珠 啊 这口味怎么样 可以 蛮好喝的 然后漱口 再来尝试第二款 第二款也可以啊 也好喝 尝试第三款啊 嗯 漱口漱口漱口 这个味道可以第一款呢 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里面的中途是有那种稀柚的 第一款里面喝不到那种稀柚的感觉 总体来说如果喜欢喝稀柚的 我觉得这款还可以 跟第一款的味道是比较相似的 这是第三款 让他们尝尝第四款啊 好 第四款感觉怎么样 这款味道跟上一款一样的 然后里面也是有稀柚的 你是不是又拿 没有没有 不要用我刚刚用的那招行吗 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你再尝一下 这款不行啊 这就是你刚刚尝的一款 怎么加这么多水啊 没加水啊 你喝的有点稀了 我就晃一下 你加了好多水吗 我没加水 算一款还是比较甜的啊 怎么这现在不甜了 因为你没漱口啊 你喝到一个比较甜的 再喝这一个就不甜 这不行啊 这是很淡了 很淡了啊 那这个咋放一遍 味道不行 再尝第五款 这款味道又不一样 它里面是有那种爆猪的 然后喝起来呢 会带有那种奶的味道 里面估计应该是放了奶盖 稀柚的话也是比较酸的 感觉像是第二款的升级吧 还可以对吧 还行 好 这是还行的啊 这款是我平时喝的比较多的一款 古民的嘛 这个你都能喝得出来啊 每次都喝这个 这一款感觉怎么样 好喝呀 要不然我不可能每次喝它呀 提气管啊 不太行 太淡了 里面就跟冲了水一样 就很敷衍的那种味道 没有稀柚 就类似于那种冲了水的橙汁那种味道一样 特别不好喝 你现在可以打开眼罩了 这个呢就是大鲜喝的这个排名 和我的排名就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喝下来呢 有一些羊枝甘露呢 其实里面有的是没有稀柚的 有的是没有奶盖的 有的是味道特别特别淡的 就是跟水一样知道吧 我不知道是这一款还是什么 对就是这一款 我看看 供茶的 里面就跟水一样 你总共是喝了6款 这一款你是没有喝 为啥 你没喝呀 我是不是之前连续喝了三次这个 你连续喝了两杯这个 我就跟他换了个管子 管子里面有残留 你喝出来就是感觉就不一样 那我第一个喝的是这个嘛 然后第二个还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只不过他们管子换了 管子一换 但是你喝出来的味道就是感觉 就是喝了两次一样 那相当于是这三款的价格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就20块钱 然后呢 我喝的最难喝的 在飞个那边是排行第一的 但是呢 我们两个公认的第二名 插白道 插白道 然后第三名 你喝的第三名是他 我喝的第一名是他 因为这个我是喝的最多的 我甚至连牌子我都猜出来了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就是口味都差不多 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我比较看好的这个 他觉得是最难喝的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是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喝这个 杨枝甘露的时候 喝的这个牌子 然后它里面是加了西柚的 知道吧 并且这两款口味的话呢 对比啊 这个古明的他这个芒果 是吃起来是比较甜的 这个coco的话呢 芒果是稍微带有一点点的酸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喝酸的嘛 那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 那其实这个结论就已经出来了嘛 如果你喝甜的 你就喝这几款就行了 酸的呢 就这个 那其实说了半天啊 如果各位去喝这个 杨枝甘露的话呢 虽然说你的口味跟我口味不一样 对吧 但是我们俩公认的第一名 茶百道 茶百道 是吧 公认 他价格是多少啊 22块钱一杯 哈哈哈 别测了 这是里面最贵的 最贵的 就是这个茶百道 可能在线下卖应该是20块钱一杯 这些最贵的最好喝 测个毛 哈哈哈 当然视频开篇之前呢 可能会有一些粉丝下一个这样的定论 说奶茶果茶不都是一个味道吗 但是我们今天测了一下 我确实发现啊 真的还是有价格差不多的 但是特别难喝的 那具体难喝的 具体我就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如果各位想喝这个洋汁干露 在这个大夏天的话 建议去尝试一下这个茶百道 当然 记得打钱啊 这个没广告费好吧 真的没 打码打码 反正打码 打码 当然这几款牌子 我觉得也还是蛮好喝的 这个闭血冰层也可以 反正最水的就是这个嘛 对 最水的是共茶 好了 那咱们今天这条视频呢 就差不多到此结束 那如果各位觉得这条视频还可以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我这条视频点赞 三连一波 当然如果各位还想看 我们评测其他款的奶茶的话呢 弹幕可以扣个1 我看人多不多 如果人多的话 咱们可以再做另外一期吗 再水一期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